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呢 上周中国国家航天局在其网站上公布了长额三号多达35G的数据 呃 要是哪天好就给你35G的内容 有可能就只是高清壁纸哦 即将亮相的小米5最近可是赚足了眼球啊 今天又有消息称小米5或将支持3D touch功能 标准版也将会32G起跳 并表示所谓的无边框啊 曲面屏啊 陶瓷中框啊 技术边框什么的 全是无扯 啊 小编只想说 逃C雷啊 作为安卓阵营的一哥 三星怎么可能让小米在那儿一个人跳舞呢 近日三星Galaxy S7公开版 移动版和Edge版本都拿到了国家3C认证 借均支持9V1.67和5V2A的快充 以前买iPhone要卖肾 看来以后买三星得卖肾了呀 据外卖报道 持续了两年多的诺基亚三星专列大战 有望在近期迎来和解 分析师预测三星或将面临轻忧远的一次性罚款 刚刚因为苹果而被禁售 现在又败给了诺基亚 三星啊 咱能安静地做个美少女吗 这期Google重返中国市场 已经取得了有效的进展 Google Play有望于今年登陆中国 今天正好是小年 Google大众外区总裁石波盟 还首次用周文给大家拜年了 我也这次机会给支持我 支持过我的小伙伴 拜个早年 新年快乐 也希望大家支持Vager 快快扫码关注吧 我们有机会再见咯